Hello,大家好,我是文和 今天是周末 本来是想拖着我朋友一起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事情 但是最近由于工作上的一些分歧 我们俩闹得有点不愉快吧 然后他不配合我拍这个视频 所以我现在只能自己出来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事情 以及我们现在的工作状况 不然的话很多人会很奇怪 为什么你不是去那边做事情的吗 是说去做一个项目怎么不谈任何关于项目的事情 就拍一些美食啊 包括去外面玩的视频 公司上的事情完全不提 然后我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吧 首先说一下我们之前是 为什么我会跑到这边来这么相信他 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们当初是在一二年在阿里巴巴上任时的 后面有一些 一四年的时候 他说他想去中国 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 我就把他搞了一个工作签证 我自己花的钱 当时其实也没有谈说 是把他弄过去是干嘛 反正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 结果就花了大概一万多吧 前前后后 就是工作签证花了好几天 然后没有给他买机票 然后租房子 然后给他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从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 他没有给我上过一天班 没有给我做过一个事情 结果由于过去了 就待不习惯就完全吃不了中国的任何菜 我带他去吃湖南大碗菜 吃不了 带他去肯德基 吃不了 什么东西都吃不了 后面实在没办法 然后就带他去罗湖的一个地下停车场 他们那边印度人搞的一个什么这种杂货店 给他买了一些什么烂七八糟的调料 又花了买了特意给他买的印度米 然后他尝试着自己有做过一些菜 做过几天 结果后面感觉确实是 就是待不习惯吧 后面他说他想回来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个机票给他送回来了 其实当时虽然说花了那么多钱 他又没给我做事情 但是他整个家庭 就是他爸妈对我的印象特别好 因为当时他们很担心 因为家里面独自 那个时候他应该还没有现在这么强 现在你看他炒菜好像有模有样 当年是真的就是 一看他炒菜的姿势 就知道是不是那种经常做饭的人 又不会又不怎么会洗衣服 然后什么东西都不太会 然后再甚至又病了一场 最后看着他挺可怜的 我说那你实在不行 那我就把你送回去吧 就给他买了几千块 两千 我记得是两千多还是三千多的机票 就给他送回来了 送回来了 当时他爸就是觉得 这个中国的小伙子好像还可以 没有坑他 他们爸当时特别担心 他会不会 就是说会挂在国内 其实后面我又把他给送回来 然后又花了好几百块钱 把他的什么衣服乱七八糟的给借了回来 所以这就是五年之前 我们俩就有过这样一段交集 所以五年之后 从毛综艺上来讲 我能够来这边 或者说他爸妈 你们也看得到 在视频里面看得到 对我那么好 其实就是基于当年 他去国内的话 我没有 可以使得去围团过他 或者说可以使得去 那个当时还是给他留了 给他们家 包括给他留下了满身的印象 后面当然也没有什么过太多的合作 虽然有谈过几个项目 但是最后都谈崩了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印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现在在不控股他公司的情况下 愿意把所有的请言或所有的东西押在他公司上 就是基于当年的信任 也基于我们之前的这段共同的记忆吧 这就是大概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事情吧 至于现在的工作状况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觉得我那一套在国内的那一套在印度行目中 然后前两个星期我就按照他的意思 然后一直按照他的步骤去弄 他说去开银行账户就去开银行账户 然后他说先不要搞注册商标就不要注册商标 结果我们花了两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开了一个没有用的公司账户 下周一还得重新去开 那这个没有用的公司账户是什么原因呢 他这边他在那个银行他已经开过一个公司账户 所以说要想开第二个的话就必须要不一样的名字 就是你之前叫什么科技有限公司 那你只能叫什么有限公司 现在就是由于改了名字 结果这个账户就剩下来了 我们后面在注册那个亚马逊和注册福利parts的时候 结果平台把它给否认掉了 就是说平台不接受 你的公司注册信息跟你的银行账户的名字不一样 所以就被拒绝掉了 就一直就卡在那里 而且他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商标 其实这边做福利parts的话就必须要有品牌 要有品牌就必须注册商标 其实我们在国内其实我注册过很多商标 其实是不需要先注册公司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注册什么样的商标都行 但是他这边不一样 他必须要先把公司的名字给注册掉 然后再上了一个副商标 就是一个高益者商标 然后你下面的其他品牌就是纸商标 我拿过来的货是有做OEM的 就是有贴商标的 有贴商标但是不是贴的他公司的名字 是贴的他贴的我自己最近注册的一个商标 所以我现在要注册两个商标 最麻烦的就是我刚开始来的第二天 第三天我就推他 我说我们要去注册商标 他说不用 他说平台不需要 然后我们先不要弄那费钱 然后我就听了他的 结果后面我们福利卡车 什么东西都搞 什么东西都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发现要去上传产品的时候 发现就需要商标 然后重新联系中介 然后来注册这个商标 注册两个现在到目前为止 花了1200块钱人民币 1200块钱人民币 它是有400块钱的服务费和900块钱 是交给印度商标局的 另外明年的R 就是那个正式的商标 挣下来的话 还需要交900块钱 所以交给印度政府的一个商标的费用 就要900块人民币 然后再将服务费那七八糟的 现在我们两个商标 全部注册下来的话 估计要花2200 其实这个钱我不是不愿意掏 其实我很早之前我就知道 因为我本来过来 我就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 做这个品牌出来的话 那我知道早晚都得注册商标 我当时过来我就跟他说 我要去注册商标 结果他不去 他非得拖到最后平台药的时候 再去弄 结果又推迟了几天 然后还有就是 这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就是我们亚马逊 亚马逊上也换了很多第一级错误 他又不经我的 我们刚开始用那个注册下来的公司账户 然后去提交了一遍 肯定审核不通过 因为我知道应该 虽然JSTC号也是一个公司名字 但是他那个银行账户 跟那个不一致的话 肯定有很大概率是会被拒掉的 是这个东西我是清楚的 结果他就不相信 然后他就是提交了 提交了之后就被冻结了 冻结了之后 我们又没有这边客服经理的电话 就是没有客户经理 没有客户经理 我们就只能走 结果等了一天 他就听他朋友的意见 又重新提交了一次 用他之前的公司账户 然后重新提交了一次 结果两个账户都被冻结掉了 后面就花了很长时间 去联系那边的人 然后要把之前的账户注销掉 然后就重新要击回第二个账户 现在第一个账户 昨天已经注销掉了 然后第二个账户的话 现在还是冻结状态 什么时候能把它激活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希望下个星期能够把这个 希望下个星期能把这个账户给激活 然后就可以卖了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我都不想跟他争 如果当时他听我的 按照我的计划一步一步走 其实就不会有这么的问题 当时注册银行账户的时候 他那边就是 他那边那个柜台那边就跟我们说 说你这个名字不可能做这一样的 必须要改 当时我就问过他 我说这样名字不一样是不行的 我们要去另外的银行去开 他说不需要 他说这个银行我有关系 能够搞得下来 很快就能搞得下来 结果搞了一个不一样的 而且中间犯了很多低级错误 我真的不想吐槽印度这边银行 那是真的没犯法 我们新开 我们那个账户开下来的第一分钟 应该就是开户下来的那几分钟 结果那个柜台人员 就是他们那边那个文员 就把别人的钱存到了我们的账上 结果就导致我们刚下来账户 就直接被冻结掉 然后解冻又花了很久 我真的是服了 他存钱他都不看你的这个账户的 就直接把钱能够存进去 然后那个 我相信在国内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问题 也不要输入什么密码 然后直接就把钱给存进去了 我当时我都我都无语了 我靠 反正这也是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不想跟大家谈工作上的事情 真的我真的很烦炸 我要是没带货过来 我估计我早就溜掉了 我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我就溜掉了 这个我现在带了货过来的话 因为我那个货值很高 三项货大概有三四万块钱 三万块钱 所以我必须要把那个货处理掉 就是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肯定会上 上了之后至于卖不卖的好 卖不卖的动 然后再说 没办法 已经被搞成这样子了 好在现在 问题再一步一步的得到解决 商标的话 今天上午已经下来了 商标的受理通知书 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 两个商标受理通知书 所以Flee Card的话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商标我今天上午已经提交了 然后他们在审核当中 审核通过的话 我们就可以上产品了 就基本上可以开卖了 然后下个星期把新的 去另外一个银行 他这边肯定要去另外一个银行 开个跟公司名字一模一样的 新的公司账户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银行账户再更新一下 然后就差不多了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开一个 新的公司账户呢 因为主要是 他之前的那个出口贸易 他那个之前的公司 有一个公司账户 但是他是做出口的 然后做那个药品出口到欧洲那边 然后他每个月他还会有一点流水 另外他政府 印度政府会给他一些津贴啊 什么东西 所以我不想 他也不想把这个两个生意 给搞在一起搞混了 到时候他们那边会计师 审计的时候 在他这边做账的时候 我自己怕做不清楚 所以就必须要重新开一个账户出来 开这个账户 他又不进我的 说来真的就是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 他我们这两天吵了很多 然后老师在这里干账 然后老师在里吵架 他就觉得我最近不相信他了 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卡他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给他自由去弄 我的意思是说 我前几个星期 我给了你那么的自由 什么东西 按照你的步骤去走 结果你帮我搞 事情没搞定 不说 你还给我搞了这么多麻烦出来 然后现在还要去解决这些麻烦 所以我就跟他说 以后这种事情就必须咱俩商量着来 或者说由我来决定 不要由你来决定 很多情况下 我其实是在前段时间 我是很难那个的 因为他们讲的太米尔语 我这边又听不懂 所以我只能放手让他去弄 结果弄又弄不好 我以为以他的经验 应该是可以搞得差不多的 应该不会 虽然时间会长一点 但是最起码能搞下来 但是事实是既没有搞下来 而且还浪费了大把的时间 而且搞了很多麻烦出来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 前几天我们已经翻过脸 然后已经吵过几次 现在他已经 慢慢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然后也在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想一想 可苦嘞 是不是 跑了这么远 然后给一个立国他乡来做这种事情 没办法 已经到了这一步 不过也好 这种事情好事多谋吧 刚开始 是不是 好事多谋吧 一刚开始 虽然有点问题 有点小毛病 但是我相信 经过不断的去磨合 有可能以后能配合的更好 然后也能够越走越顺 希望他 包括希望我们以后问题会越来越少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后面有更新的话 再跟大家继续说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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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